好 所谓的社会住宅就是政府新建只租不卖的房子 目前中央政府选定了五个地方要新建社会住宅 不过其实推动社会住宅 荷兰的经验是非常悠久而且健全 当地的社会住宅比率高达了32% 而今天的国际论坛上就特别邀请了荷兰的专家学者 分享他们的推动经验 离荷兰阿姆斯特丹火车站 九五分钟车程的GWL花园城市生态社区 四处绿意盎然 这个由自来水厂改建的社区是荷兰的社会住宅 主张环保生活 以三百户社会住宅和三百户私人住宅混居 外观品质没什么差异 这个更新案在预售时就全部卖光光 非常成功 荷兰发展社会住宅有上百年历史 也拥有全欧洲比率最高的社会住宅 荷兰社会住宅能够顺利运作的主要原因 除了政策民定住宅是人权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关住宅法人 担任新建和分配的角色 民间团体认为台湾政府也应该积极 严拟新办方式 既然我们决定要做 那怎么做我觉得全世界的经验 总归来说就不外乎是两种模式 一种模式就是政府来推动 那政府推动你当然要设定一些 相对应的机制可以推动 另外一种就是让民间推动 像荷兰就是个民间推动 彭杨凯表示 荷兰采民间新办设非营利的住宅法人 韩国由国家新办设公法人 九月份社会住宅推动联盟 也将到韩国去了解和格兰截然不同的新办模式 希望能紧速找到适合台湾 落实社会住宅的下一步 记者跟这些新闻台北报导